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副好盘 要敢赌才能赢啊 想体会欧印的胜利词位吗 想知道Warren王下了赌桌 还是赚的秘诀吗 答案就是齐全 5000名会员口碑响应 中文投资网最新推出 齐全101 想投入比股票少的本金 赚的比股票多 您要知道技巧 懂得控制风险 中文投资网首席分析师Warren王 技术分析第一把交易J 新锐美女分析师Kingsley 股市K线小王子Brand 10月3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天天 10盘交易给你看 立即拨打1800958 8561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周四 这个盘后 由我为大家主持的 美股这个直播的这个栏目 我是美国中文投资网的 美股技术分析师J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行情 我们还是看到了 这个斯纳指数 整体上呈现出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节奏 那么盘中的时候 多方试图的帮助这个帮助个指数 推到这个平盘的上方 但是收盘的时候呢 并没有出现这种我们所预期到的这种效果 但是呢 从市场的这种交投情绪上来看的话呢 整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 那么昨天啊 昨天这个盘后呢 我们可以说市场呢 主要是主要的焦点 就是关注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啊 这个Hillary和这个川普啊 这两个人啊 他的第三次的也是最后的一次 这个辩论的一个一个结果 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式上来看的话呢 整体上还是市场可以说 把这个短期的这个市场投资者所担忧的一些 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吧 可以说通过今天的市场呢 也进行一个消化 涨也有啊 那么跌也有 那么下接下来的话呢 整个这个行情啊 我们看到从这个周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目前还是以主要一个反弹节奏为主 而且呢 本周的这个反弹幅度呢 并不是非常的大 也没有达到我们之前所 我们之前的预期啊 那么呃 我个人的观点呢 就是说明天的这个盘式 我们可以继续的关注市场向上的推动啊 然后呢 短期之内的话 以标普所面临的一个关键的阻力位 是在2150点 这个点位 所以说呢 如果冲上去的话呢 呃 后面的行情啊 就非常简单了 那如果 没冲上去的话呢 短线上的话 还会以这个2120点左右吧 嗯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 多方还是处于控盘的 所以说呢 从整个这个盘式上来看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看多 介入这个市场 啊 大市场呢 我就跟大家呢 讲解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回顾一下 我们承接上周四的一些内容吧 那么我个人的话呢 看好了一档太阳能股票啊 那这档股票呢 在今 截止到这个周四 今天的这个收盘呢 较上周四的这个收盘 还是上涨了 只不过这个涨幅啊 呃 还没有出现啊 只不过说涨幅呢 非常有限 所以说呢 呃 感兴趣的 这个 想要知道 我买入哪只股票的 这个投资者呢 可以 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1800958 8561 或者是这个 嗯 跟我们的客户人员 客服人员呢 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 这个资讯吧 啊 希望呢 对大家呢 有所这个帮助 因为呢 这个这个股的行情呢 我认为 我个人的预期 应该后面呢 还会有行情的啊 所以说呢 我个人比较看好啊 这是我介入他的一个原因 好 那么 对于个股来讲的话呢 我们也就总结到这里 那么在 近期的这个盘式当中啊 呃 有一些学员 呃 在一直关注 这个市场当中的热点 那么现在市场当中热点呢 无非就是原油 啊 原油 呃 美元指数的话呢 可以继续的冲高啊 前期高点呢 100美元整数关口 呃 短线局部的话呢 或许会在 会看到这个 获利回股盘的一个 一个出现啊 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不影响 它继续的向上的这种 运行的一个步伐吧 那么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美元指数是往上走的 但是 呃 相对于这个大中商品 和美元有关的这个 呃 原油和这个黄金呢 呃 他们目前的这个走势啊 呃 似乎和这个美元呢 开始出现了一个脱钩的一种状态 呃 走走势啊 还是比较弱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继续的 继续的关注啊 毕竟呢 前期一个破位的一个点位呢 是在17元 也就是说17元 是我们近期所要看到的 呃 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阻力位吧 所以说呢 对于 我们手中持有NUGT的 呃 这个投资者来讲的话呢 可以密切关注 这个17元的一个阻力位 然后呢 整体上来讲 多方呢 还是处于控盘的 好 那么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由于实现的关系 好 我们就到这里 呃 也希望大家呢 能继续的 呃 跟上 我的这个 看盘的这种思路啊 操盘的这种思维啊 然后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 呃 分析师的努力呢 也希望呢 给大家呢 多多带来收益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投资愉快